大家好,中一級佛同學,我是黃慧如老師 今天我們繼續上音樂課 現在這個應該是第六課 所以基本上我們工作之一要差不多完 我們現在準備開始 我先分享畫面給大家 好,我們今課講拍子記號,小節善和節拍 上一課我們已經學了很多音符,優子符,符點音符的節奏 今天就開始學深一點 首先準備你的懸筆拆膠間尺 筆記要揭去第三頁 上次一、二頁講完,我們今天講第三頁 還有會做課課,工作址 現在第五和第六題圈這個位置會做的 拿這兩份東西出來 好了,我們上課所講的東西還記得多少呢? 講了音符,優子符,負點音符 我們認識了全音符 二分音,四分音,八分音,優子符一樣 負點音符我們就介紹了三拍和拍半 即是負點二分,還有負點四分 這些大家都經歷過了,聆聽也好,實習也好,都拍過了 好了,記一記,讓你回憶一般使用的音符速記 全音符四拍,二分音符兩拍,四分音符一拍,八分音符半拍 另外這個就不說了 好,接著是優子符 三拍四拍,全小字優子 接著呢,是吊在這裏的 坐在這裏的就是兩拍的優子符 即是優兩拍 蛇仔就是優一拍 接著這個好像七字的優半拍 這些都是上課所講的東西 還有介紹了一個負點 負點二分就是三拍 負點四分就是1.5拍 這些都是上課所講的,要認得了 還有特別一提,你應該要抄個筆記的 就是負點四分由於它是一個點數,不完整 我們現在多數在一個簡單的拍子裡 一定在後面幫它加一個半拍,補回 讓它變成兩拍,完整整 好,那就學新的東西了 首先就是學拍子記號 你看到我們很多歌 今年我們教的四首歌的歌詞 都會看到一個拍子記號 拍子記號是寫在哪裏的呢? 就是寫在螢光幕指著藍色圈圈的位置 寫在三、四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了 白絨花就是這樣,第一首歌 第二首歌是名的 還有陰典,也是寫在高音譜號 和調號的後面 童年也是 在晴朗的天空下也是 這些全部都是寫在前面的 那拍子記號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打開惡理筆記第三頁 其實它只不過是告訴你 首歌是什麼拍子的 例如二、四拍子 即是每小節有兩拍 以四分音符做一拍 基本上它的感覺就是重聽 重聽、重聽、重聽、重聽 這樣去數的 逢是每個小節的第一拍都會重的 都會落重拍 都是一、二、一、二、一、二、一… 棒、棒、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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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看到的 這就是我第二拍 第二拍是如何 viajeLifeLife suppress 二、四拍子 Sorry 基本上通常是直接的 要像《粗冰》一樣 進行曲的動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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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拍子有搖擺迴旋的感覺 動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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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搭擺感 四拍子有四拍子 動搭搭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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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搭動搭 歌曲比較柔和和緩慢 都會用四四拍子 四四拍子很特色 除了第一拍最重之外 二拍三拍四拍都是第一拍最重之外 四四拍子的第三拍都會重 不過沒有第一拍那麼重 我們就叫次重 重輕次重輕 重輕次重輕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好了 那拍子記號是怎樣寫的呢 你會看到原來拍子記號寫在譜號後面 兩個數字 很多人誤會了 拍子記號中間畫了一條線 其實大家留意 拍子記號中間這條線 並不是屬於拍子記號 拍子記號這條線 只不過是五線譜裡面的第三線 我們就以第三線為界 上面的第三、四間寫上數字 下面一、二間寫下數字 所以記住 這個紅色才是拍子記號 中間是沒有線的 所以如果考試的時候 你回答了我寫四分四 對不起 就沒有分數字 所以 看一次 螢光幕所說 如果你寫四分四 考試 就錯 OK 必須要兩個數字 中間是沒有線的 空白了 這個才是對的 留意一下 這是很多同學 到中四都還沒有搞清楚的 好 那拍子記號上面的數字 是代表什麼 剛才也知道 拍子記號上面的數字 就是代表每小節有幾粒拍 下面就是以什麼音符為一拍 我們所知道 例如這個三、四 上面就是什麼意思 每小節有三拍 即是我們首歌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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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但是四字是怎樣 四字反而下面的數字 還沒有這麼大 重要性 在中間的程度裏面 只不過是四分音符 可以拍 四分音符就是 普通黑色的樣子 最普通的音符的樣子 四分音符 好了 那現在我們 以後考試是必問的了 我現在給你一個拍子記號 請你解釋三、四拍 是怎樣解釋 那你就於是 要自己作答 那這個標準答案要背 我們就做了 就是每小節有三拍 上面的數字就表示 下面就是 以四分音符做一拍 這是標準答案來的 再一次 每小節有三拍 以四分音符做一拍 隨著上面和下面的數字又不同 這個空格就填不同的數字 要背的 考試是必問的 好 那我們現在又試一下這句 每小節有多少拍 以多少分音符做一拍 第一個 五四 那是什麼意思 每小節有 我們現在看 例子 五 有五拍 就以四分音符做一拍 第一個 好 跟著 第二題 二分音符 就是二分音符做一拍 這個 二分音符 就是每小節有兩拍 好 如此類推 我們做多一拍 做第三拍 這個 這個 那就怎樣 每小節有七拍 每小節有七拍 就以八分音符做一拍 八分音符是怎樣的 有條尾的 7集於行 mode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或者我們會高峰 20123,1234,123,1234,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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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有特别的 但是到时候因为因应母的要求就会不一样 其他的你都懂的了 好,现在拿出工作纸第二项第五题 我们一起做 所有題目都必須在前面寫字 如果你在後面寫幾格才寫 對不起,我會扣分 還有,成句說話要有句號 你沒有句號,我又會扣分 這條1.5分,每條只有0.5分 如果給你一無句號,就會成條錯了 就會成題無分 你看看筆記簿我給你的 你看看筆記簿的第三頁 我剛才錄到前面給你看到 這個,惡理筆記第三頁 第四部分,發指幾號 自己找回答案 然後寫一次 寫二、四、三、四、四 然後背了這一句,鞏固一下 好,這就是自己的功課 自己做了 現在我們又說一下拍子 怎樣用 什麼來的 這裡,每小節 三、四、幾萬有三拍 二、四分鐘還有一拍 我們看一看,節拍 原來我們之前數的一、二、三、一、二、三 這些數字 這些數字 紫色的數字 經常數的 就叫做節拍 節拍 這個是永恆不變的節拍 就是心跳 呼吸一樣 不會時快時慢的 永恆不變 而且速度是很穩定 會不斷循環 我們先記一下符號 你看到下面這個 黑色是什麼 四分音 一拍 然後白色是兩拍 白色加點三拍 這個音符 你看一下 我們看看它是否合符合你 第一小節 兩拍 加一拍 等於三拍 對 然後一個三拍 對 如此類推 你會發現每個小節 每個小節都是三拍 所以我們數出來就可以這樣數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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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第一首歌 白涌花的音樂 那一首歌 遲些就會聽 所以我們有時 見到拍子幾好 就自然知道下面的數字要怎麼寫 這樣就合符合你 好 那現在我們一起試試 幫不同的拍子記號 加上小節線同志拍 那第一 第一題 它叫你二四 即是每小節兩拍 那於是我們就數了 這個黑色是一拍 接著這裏 白色是兩拍 本身已經兩拍 是嗎 連著的 搞定 好 接著 又繼續 白色本身是兩拍 搞定 記得一字要放在前面 好了 這個有點複雜了 一拍半 加半拍 記住 記住 二字要寫在前面 寫在前面 寫在前面 因為它有拍半的感受 那就是剛剛好 兩拍 接著這個 半拍加半拍 等於一拍 對不對 這個呢 一拍休止乎 對了 這樣呢 就這樣 那這裏呢 怎麼辦 因為它還沒完 那二不見了 所以我們就不理它 一 一 那我們的二字是什麼呢 不理會了 好 後面第二題 三拍 是不是 那我們就一二三 一二三 那就是第一拍 這裏 第二拍 這裏 第三拍 好 接著就完 這裏 第一第二都是它 它本身屬於兩拍 那第三拍 記住 我們在半拍半拍這個狀態 因為我們的數字會寫在前面那個 因為呢 它拍的時候 是和我講的數字是同時進行的 那所以呢 就三 這樣 就動一動 那 好 接著 這裏本身是三拍 於是呢 我們就這樣連著它就可以了 可以了 這個 一 第二拍 和第三拍 在後面 這裏是優子符 這個是兩拍優子符來的 所以第二拍 第三拍 都關它事 都歸它本的 要連著它 好了 三拍已經滿了 滿座 於是呢 有一點線 又隔開它 白色 兩拍 是不是 於是又寫一連 第三拍 後面 三拍完了 真是這個呢 是可以填滿的 是隨得盡的了 於是我們 最後是不是一條 不是喔 最後兩條 小節線 因為是表示完結了 這樣 好像計數一樣 完結 好 第四題 下面的第三題 這個 四四 負名思義呢 在你心裡想想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好夠了 於是就定一定 好 這裏 拍半加半拍等於兩 所以 頭兩拍都在 那這裏 那這裏 怎樣呢 第三第四 就是屬於它 因為白色是兩拍 二加二 就等於 四 所以對了 又定了 好 優子乎這個是一拍 另外這裏 有三拍 所以第二第三 第四拍都關它事 就連了它 四拍完成 好 最後這是全音符 全音符 就是最大的 1 2 3 4 完了 連回 哦 剛剛好 我們有兩動 表示 這個圓結線 好 如果聽得不清楚 我說得太快 請你這段 你不斷看 重複看又重複看 可以多看幾次 就會明白了 下面這些數字 折拍的意思 這些數字 就是 我現在用紫色箭嘴指著這些數字 這些就是折拍 折拍的東西 這些數字並不是表示這個音符幾多拍 例如這個一拍 那為什麼要寫二字 黑色這個就是兩拍 不是 折拍是第幾 第一拍 第二拍 這個意思 例如下面第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下面四四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幾 而不是它本身是值多少 要注意 很多同學在這裏就出了事 好了 那小節要怎麼寫呢 大家留意看看 我以為我們要做小節先 這條是考試題目來的 究竟你覺得怎樣呢 A 歪零歪斜 是不是 B 哇 很豪況 一棟出了界 是不是 C 這個垂直 又沒有出界 乖乖地站在這裏 是不是 D 說火車還未到站 隨便便 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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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畫些 小節分開些 又不分開些 那哪個才是呢 那你們記住 你能說出哪個才是 你到時自己畫的時候 都要一模一樣 好 對了 你們知道了 答案就是C 很明顯 最原理是這條 垂直 就是說我們必須用間尺 要用間尺畫 不准出界 那請你用原筆拆膠 好了 我們正式開始進入工作址 一的第六題 它呢 原筆間尺拆膠 要你寫小節線及節拍 那我們看看第一題要什麼 要兩拍 第二題要三拍 第三題要四拍 那你弄清楚了 譬如我做前面 第一拍 一拍 第二拍 OK 完結 跟著就垂直線 對了 如此類推 而後面呢 我假設這裏 這裏是不要畫線的 因為呢 你去最後 假設這裏 第一 第二 這裏 完了 後面你就 麻煩不要再加一動多手 這是錯的 沒有的 後面要乾乾淨淨 他完了 沒有音符 沒有音符 由他接近雙小節線 就完了 好了 那一起做這個 其他你自己做 我不會開答案給你的了 這個三拍是什麼 那下面節拍要寫 1 2 3 1 2 3 那就是要第一拍 那這個什麼 這是兩拍 一加兩 就等於三拍 所以第二拍和第三拍 都關他事 裝滿三拍 於是小節線來了 可以關門 如此類推 是最尤其中的 就是四拍 第四拍 我們預計下面是寫 1 2 3 4 這就是我們預計下面寫 一 2 3 4 即是先放一裏 記住 既是負點 尾尾尾尾尾 雙公婆 一共是CP 天溜 會關門 跟二字 千萬不要寫在這裏 如果可以寫在這裏 所以 中間是寫的 是要寫在前面的 因為它是一二這樣 一二這樣 好了,第二拍就完了 這裡是兩拍 所以二加二也是四 所以第三拍就來了這裡 第四拍就來了這裡 然後要連的 因為它是八十吋連音 然後四拍 OK 滿座 於是一個小節 好,你們一定要用間尺 沒有間尺 我會扣分 其他也做下去 好 實體課的同學現在就做課 在家國內收睇片段的同學 就現在下課課開始做 今天之內要交 OK 起碼都知道給我看看 或者是拍照給我看看 知道你做了 是的 那我們欠什麼呢 下一課 下一課 就是這裡 國內的同學 應該是做到頭三頁 拍照給我看 如果情況許可的話 但那份證本就不要交 因為你未做完後面 下一課就會教你第七條 自己創作節奏 全都教你第七條 這個時候 就開始做第一至六題應該要做完 情況許可的話 就把照片給我看 看看你做成怎樣 讓我告訴你 看看你需要不需要修改 然後就可以了 我們暫時 就到這裡 好 同學們 今天我講了拍子記號 講了小節線怎麼寫 講了什麼節拍 工作址一到六題都做完了 下一課就應該是最後的工作址一 的最後一節 就是說下一課就會完成所有工作址 準備要交功課 帶備文具上課 有不明白的話 這條片段可以多看幾次 沒有問題的 再不是就用WeChat 或委託班長或班主 問我問題都可以 再不是就有個電郵 大家可以透過電郵和我聯絡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